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活到极致是学会清零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空杯理论 意思是说如果杯子里有些浑水 不管加多少纯净水仍然浑浊 但杯子若是空的 不论倒入多少清水 它都能清澈如一 把空杯理论稍作延伸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浑水里加了纯净水 如何变清 比起大费周章的过滤溶解 最简单的办法 莫过于直接倒掉重新来过 人生就像这个杯子 想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就需要一次次清空 正如白岩松所说 人生要学会清零 才能更好的前进 豆瓣上曾有个热门讨论 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 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 控制情绪的能力 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 当我戒掉情绪 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其实 决定生活品质的往往不是能力和才华 而是对情绪的控制力 作家李尚龙分享过一个故事 因为五块钱停车费不合理 李尚龙的父亲和保安起了冲突 父亲坚决不给 保安坚决不让他离开 李尚龙见两人一直僵持不下 便掏出五块钱递了过去 父亲被搏了面子 勃然大怒 对李尚龙一顿呵斥 李尚龙默默听着 一句话都没说 过了一会儿 父亲气消了 李尚龙才对父亲说 刚刚他用来跟别人吵架和责骂自己的时间 如果换成自己的客室费和片酬 已经赚了好几百块钱了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用来看书和备课 卡奈基说过 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 不去生气的人是智者 生而为人 有情绪是本能 把情绪清零才是本事 那些放纵情绪的人 就像拿着一把枪 扣动扳机的时候才发现 枪口对准的是自己 聪明的人都懂得做情绪泄洪人 化金涛为细流 给生活开启一道闸门 前段时间上海疫情影响到物资的正常采购 一个跑腿小哥为居民购买了六袋泡面和二十个鸡蛋 竟收取了九百元 他不仅在跑腿费上狮子大开口 还在送达后恶意加价 被举报后 小哥敲诈来的两万块钱全部被没收 还有承担刑事责任 有人指责他发国难财 有人指责他道德败坏 其实不过是欲望在作怪 法国作家马拉丁说 能力有限遇害无边 外面小哥没有月入两万的能力 但有月入两万的欲望 就只能通过不当手段来满足 殊不知 放纵了欲望 迟早要被欲望吞噬 反之 懂得将欲望清零的人 往往才能拥有高段位的人生 著名作家钱忠书 虽然姓钱 但一点都不爱钱 有一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奖学 开价16万美金 但钱忠书看过该校的研究生论文后拒绝了 效果注定不好的讲座 给再多钱也不去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以上电视台联合拍摄 中国当代名人录 想把钱忠书列入第一集 但钱忠书婉拒了 后来火爆全市的央视名牌栏目 东方之子也来邀请他 但钱忠书还是淡淡地拒绝了 我不需要出名 钱忠书一生简朴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 家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白布沙发 再没什么家具了 不爱钱 不追名 不攀比 但回头看看 钱忠书的人生何曾缺过名利和幸福呢 寻子有言 君子异物 小人异于物 与欲望共舞可能会获得一时的快感 殊不知 玫瑰娇艳 利刺在侧 名利风光 黑洞暗藏 追名逐利时有多陶醉 身败名列时 就有多狼狈 不如潜心提升自己 让能力够得上欲望 才华配得上野心 以一颗田径之心 在平凡里知足 在繁华里从容 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他要求一群实验者 在每周日晚上 把未来七天所有烦恼的事情都写下 然后投入一个大型烦恼箱 过了三周 他又召集实验者打开箱子 逐一与大家核对烦恼 结果发现其中有九成的烦恼 并未真正发生 接着他要求大家把剩下的烦恼 再丢进纸箱中 三周后再来寻找解决之道 结果到了那天打开箱子 发现那些烦恼 也不再是烦恼了 邹涛愤说过 多愁多虑 多烦多恼 都是庸人自扰 生活中的苦乐 不在于碰到多少事情 而在于把多少事情装在心里 想想过去你有没有经常为了些小事 把心情弄得一团糟呢 也许是工作中的小争执 也许是生活中的小磕瓣 又或者是人情上的小摩擦 明明事情已经过去了 还在心里反反复复的煎熬 其实回头一看 那些烦恼就像指甲旁边长出的小刺 剪掉即可 正如百家讲坛金正坤所讲 昨天过去了 没有必要再烦 明天尚未到来 不用烦 今天正在度过 不能自寻烦恼 会过日子的人都懂得把烦恼清零 不让今日的平静 为昨天的烦恼买单 新华社记者刘红 曾在中东做战地记者 还是参考消息 国际先驱报道 新民周刊 环球 料望等杂志特约撰稿人 从中东回国后 刘红发现新媒体的力量 就做了自己的个人公众号 牛弹琴 发布他对时事的见解 一开始 刘红把自己在传统媒体上写的专栏 照搬进微信公众号上 这些专栏在业界可是响当当的 但放在公众号上就只有几个朋友点赞 连发了几期都不见起色 刘红很受打击 怎么办 他开始研究爆款内容 传统媒体的文字比较严肃 在新媒体上是不是要灵动轻松一些 传统媒体的文章动辄三五千字 新媒体上是不是可以短一些 传统媒体的文章段落很长 有时还要用长句凸显气势和宏大磅礴 新媒体上是不是要用短句 最后 刘红彻底抛开传统媒体的那一套写法 两个月后 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篇十万家 紧接着又有了第二篇 第三篇第四篇 这一套新媒体写作思维 不仅让他的牛弹琴越做越好 还帮助他的本职工作上实现了突破 2017年刘红策划一篇 仅有38个字的新闻 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 刷爆了朋友圈 十分钟内阅读量突破十万家 36小时内八百万点击量 近七万条后台留言 增粉超过五十万 甚至还催生了钢钢体 引发全网模仿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 成功的关键不是能力够不够 而是思维对不对 最近网上一句流行的话 你永远做不到超出认知水平的事 也赚不到超出认知水平的钱 当一个人的思维被框在固有认知里 很难向高远伸展 它会干扰我们的决策 把未来的路线越走越窄 有想法的人 都擅长把固有的认知清零 腾出更多的地方 接受新知识 新观点 新思维 当别人把自己当巅峰的时候 他们在永攀高峰 当别人叫嚣 巅峰不存在的时候 他们已经站在了山顶 清零就认知 奔向新天地 拓宽了眼界格局 才能看得到更多可能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你的圈子生活心境 都在不知不觉中 升了一级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容器 长短高低都是固定的 情绪装得多了 理智就变少了 欲望装得多了 快乐就变少了 欲望装得多了 快乐就变少了 烦恼装得多了 幸福就变少了 成见装得多了 机遇就变少了 只有及时清除不必要的东西 才能留下真正有用的东西 人生最高级的活法 无非是懂得事实清零 学会清零 才能练就一颗海纳百川的心 在世事无常波澜不惊 在低谷迷茫时提灯前行